那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Sneak Paste Sneak Paste是我最近這一年多來比較常用的 那一樣你可以從右手邊這個進來去下載 那麼下載了之後呢 它本身我應該先下載一下給各位看 裡面也是兩個版本 這官方本身就是提供免安裝版 就直接按下載就好 直接按下載 那就會存在我們這個下載的那個資料夾裡面 老師下載好了之後呢 從這邊對不對 在資料夾中顯示 您就按右鍵 7DIF 有沒有 我們這裡有這個7DIF 您把解壓縮致死就可以了 好 那個資料夾我留著 所以會產生一個資料夾跑出來 點進去有沒有一樣兩個版本 好 那你要用三色六色都沒關係 進去之後只有一個執行檔得其一 有沒有看到這個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Sni-Paste 好 就是這個 你把它執行了之後呢 在我們右手邊 記得把它拉出來 在這邊會有一個這個 有沒有 有一個右下角 你會看到一個 這樣子的圖示 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 所以您從這邊進來 這樣就可以看到 好 這樣就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就來實際測看看喔 那麼一般大部分大家會有用到這種螢幕截取的 如果沒有任何軟體 大家平常會用哪個快速鍵 應該就是那個print screen 對不對 好 那頂多加上ALT嘛 ALT的話就加上作用中視窗 但是我們大部分的截取通常是需要局部比較多 所以呢 您來這裡看一下 它的快速鍵是F1 當然你也可以在這個 圖示上點一下也可以 有沒有看到 截圖的快速鍵 F1 所以我通常抓F1 或者你點一下 這樣子我就可以把 你要的這個範圍 拖曳出來了 那一般我們 通常截取螢幕的軟體 通常到這邊 一抓完了 是不是就自動抓起來了 但是Sni-Paste比較不太一樣 因為有些時候不小心 我這個範圍萬一沒有調好 你是不是只能重來一次 不好意思喔 人家Sni-Paste可以再調整 有沒有發現 也就是說你還沒有確定好 你可以繼續調 然後呢這裡 就有基本的工具 你是不是就可以拿來用了 這應該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覺得我們現在這個框框太小 你在這個下面這邊 你看我滾輪半大縮小 有看到了吧 有沒有變粗 我用滑鼠的滾輪喔 然後呢這裡有這個 你可以把箭頭 我比較喜歡這種箭頭 你知道這種箭頭 應該插在哪裡了吧 有沒有粗粗細細的 一般的是這一種 對不對 那我比較喜歡這一種 或你用白色的 這樣也可以啦 那你一樣滑鼠滑過去 是不是就有了 那馬賽克打字 這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我就不用太講 那麼你如果在這個時候 還可以再調喔 有沒有注意到 一般擷取 你到這邊就結束了 就不能固定範圍了 那你看右下角這裡有三個功能 一個是複製到剪貼布 另外一個直接存檔 你可以直接按這樣 那就直接到剪貼布就直接貼上了 但是呢 我先做一個這個好了 那我再 再來找另外的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好 我們到 好吧 到這裡 那麼一樣我再擷取一次 我就抓這個畫面 好 假設我抓好了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 抓圖的目的 除了說你認真要做教材以外 有些時候我只是要怎麼 做資料比對 比如說你要做匯款帳號 還是說那個 兩份資料做一下比對 這個時候我就會用這個圖定的光能 你看我把它按下去 有沒有抓出來 有沒有 而且你可以搭配你的滾輪喔 有沒有縮小一點 這樣太暗眼 先放旁邊 待會我切到另外一頁來比對 這樣有沒有比對了 放大 縮小 這樣不是比較方便一點嗎 對不對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當做 好像便利貼一樣 你按右鍵 當然還可以繼續編輯 或把它直接存起來 好 如果你要編輯 有沒有一樣就進到這邊來 好 就進到這邊來 欸你還是需要搭配這個 就可以繼續用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了嗎 欸差別在這裡 所以他有 我喜歡他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需要就是比對東西 我就把它當成便利貼一樣 當然其實 他這些已經加進去的這些圖 就不能再改了 就不能再改 可是好處就是像這樣 我可以搭配使用 欸那你看 如果真的不要了怎麼辦 按右鍵 這是你這張圖片的大小 下面呢 是不是有個284×108 就是我剛剛抓的那個範圍 那如果你真的不要的話呢 你看這邊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關閉 一個叫銷毀 感覺起來好像都一樣嘛 請問差在哪裡 關閉只是暫時關閉對不對 檔案還在 銷毀應該各位有看過 Mission impossible 直接銷毀不留任何證據 那這個呢 要怎麼讓你比較有感覺 這個時候你要來看這裡 我給你看一下他的 這個軟體裡面 就是那個路徑 你就會比較清楚 差別在哪邊 你看我進到這邊 我是 欸我不是用這個 我是用另外一個 這裡 Sni-Paste 64 我一個Hitory有沒有 歷史的 點進去 這裡 欸不是 上一個 這裡 有沒有我剛剛抓住在這裡 早上之外 另外一個 你看喔 我如果是直接 銷毀 有沒有連這邊都不見 還知道銷毀那個 差在哪裡了齁 關閉就還是會留在這邊 所以你還可以找回來 還可以找回來 這樣大概有了解那個差別了吧 所以Sni-Paste的 我是覺得平常使用上還算蠻不錯 因為他可以放大縮小 那你要兩個三個都可以 我們就可以搭配一起 做一些比對的動作齁 就是除了標準的這種 截圖來做為我們的教材啦 或者是報告裡面內容以外 最重要的是他還可以做比對 好